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章魚針老師 今天要介紹的課程是二次方根的四則運算 前面那個影片我們已經介紹了二次方根的運算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底下的這個例子 如果3x加4的平方根是正負4 那麼3x加4就可以寫成正負4的平方也就是16 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x等於4 另外再看一個很接近很類似的一個例子 如果根號3x加4它的平方根是正負4的話 我們也可以根據上面的定義得到根號3x加4 就可以寫成正負4的平方也就是16 所以我們就可以經過整理之後得到了x等於84 那要怎麼整理呢? 我們可以把左右兩邊,因為左邊有根號 所以我把它左右兩邊平方之後 就可以得到3x加4等於16的平方 那這個16的平方相當於256 也就是說我們經過了整理就可以得到x等於84 好,那接著關於根式的運算性值 我們在上一個影片介紹了前三個 那這邊我們要再補充第四個運算性值 是關於除法的,根式的除法的部分 如果根號B除以根號A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根號A分之根號B 又可以把它寫成根號A分之B 例如,如果我們要算根號12除以根號3 我們就可以寫成根號3分之12 也就是根號4 那這個根號4又可以化減成2 好,接著關於二次方根的運算性值 我們來看一下 請根據運算性值要來判斷底下的選項 是哪些是正確的 好,先看選項A 選項A叫做根號2加根號3 然後題目說 這個東西等於根號2加3等於根號5 對嗎?其實不對 因為根號2跟根號3是兩個不同類的二次方根 所以它沒有辦法合併 因此我們就知道這個選項是錯誤的 好,再來選項B 選項B要算的是根號5加根號3 乘上根號3-根號5 然後題目說 這個東西算完等於根號5的平方-根號3的平方等於2 是這樣子嗎?我們來看看 我們實際來算一下 根號5加根號3 再乘以根號3-根號5 首先我們可以先把前面的這個括號的部分 兩個數字先做交換 因為兩個數字的相加可以前後交換 是不會影響結果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根號3加根號5 所以請同學仔細看一下這兩個括號 前面都是一樣的根號3 後面都是一樣的根號5 是一加一減的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乘法公式 A加B等於 A加B乘上A-B 會等於A平方-B平方的性質 就會得到根號3的平方 減掉根號5的平方 也就是3-5 會等於-2 好,所以選項B應該是錯誤的 不是2,應該要是-2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選項C 選項C說根號2加根號3的平方 可以寫成根號2的平方加根號3的平方 好,那這個東西也是同學常常犯的錯誤 根號2加根號3的平方 應該要使用乘法公式當中的 A加B的平方等於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或者是把它想成是兩個一樣的根號2加根號3相乘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展開整理成5加2根號6 所以選項C不是5 正確答案應該是5加2根號6 好,所以這個選項是錯誤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選項D 選項D是根號8-根號2 那我們可以先把根號8寫成2根號2 那再減掉後面的根號2 那我們發現這兩個數字呢 都是含有根號2的 那這邊我們把它稱為是同類方根 同類方根可以做相減 所以同學可以把它想成是 有兩個根號2 再減掉一個根號2 所以會剩下一個根號2 那選項D是正確的 正確的選項要選D 好,接著呢 關於根式的計算跟劃減 我們來看底下的這兩個題目 第一個我們要來劃減 根號4加根號8 再減掉根號18 那目前看起來 根號裡面的數字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很難合併 那我們可以先把這三個根號 先稍微做一點劃減 把根號4劃減成2 根號8劃減成2根號2 根號18劃減成3根號2 那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後面兩個都是屬於同類方根 所以 根號4加根號8 減掉根號18 就相當於2加2根號2 再減掉3根號2 所以後面這兩個 一個是兩個根號2 一個是三個根號2 相減完之後呢 就剩下負的根號2 所以答案是2-根號2 好接著我們來看 右邊的這個題目 要算的是 根號3分之3 乘上根號3分之4 乘上根號2分之25 好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提供同學一個 比較容易計算的概念 如果我們遇到兩個根號 或三個根號相乘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先把裡面的數字相乘之後 再一起開根號 所以我們可以把題目的這個原式 寫成2分之3 乘上3分之4 乘上2分之25 再開根號 那我們現在來整理一下裡面 我們發現分子跟分母呢 都有3 所以3可以消掉 分子跟分母呢 有一個4 分母有兩個2 所以消掉之後 剩下了25 那25開了根號之後 就等於5了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5 好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題 看關於基礎試題的引導 我們要利用乘法公式 a加b乘上a-b 會等於a平方-b平方的方式 來劃減這個根式 那其實這個動作呢 在剛剛的題目曾經有出現過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們要來劃減 根號3-1分之1 好那這個分數的分母有根號 如果我要劃減它 那劃減的原則就是 想辦法讓分母沒有出現根號 那怎麼做呢 假設我們同乘根號3-1的話 利用乘法公式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得到 整個根號都不見 因此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利用 a加b乘a-b 會等於a平方-b平方的概念 我們在分子分母同乘根號3加1 那這麼做的目的 是要把分母的根號去掉 請同學可以看一下分母 根號3加1乘以根號3-1 就會得到根號3的平方-1的平方 那這時候就可以劃減成2了 那分母沒有根號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說 這是一個已經劃減完的一個根式 所以呢這個題目的答案 應該是2分之根號3加1 好接著我們再看一個題目 我們要來劃減根號5加2分之1 那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上下同乘根號5-2 所以呢分母就會得到根號5的平方 減掉2的平方 也就是5-4等於1 那分母是1的話我們就可以省略了 那接著呢分子是根號5-2 所以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題目的答案 是根號5-2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題挑戰題 我們要來計算下列各式的x值 好所以這是一個方程式 第一個呢是3-8乘上x之後會等於2-3 請問這個x是多少 好所以我們發現如果我們要算x的話 對x來說前面的3-8是多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算x的話 可以把左邊的3-8除過去到等號的另外一邊 就會得到3-8分之2-3 那經過了劃減之後上下同乘根號2 我們就可以得到6分之根號6 也就是這個題目的x是6分之根號6 好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呢是3加根號8 再乘上x要等於根號8 那我們要來算x的話 對x來說我們可以把前面的3加根號8 除過去到另外一邊到分母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x會等於3加根號8分之2根號2 那我們可以利用前面所得到的一個化減的規則 把這個分數的上下 分子分母同乘3-8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分母是3的平方 -8的平方 也就是9-8等於1 那分子的部分呢再經過化減 把2-2乘進去括號裡面的3-8 就可以整理得到6-2-8 所以這個題目的x是6-2-8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要計算的是負根號8的3次方 加上負根號4的4次方的值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部分來計算 首先呢我們先算負根號8的3次方 它是3個負根號8相乘 那因為是3個負數相乘 所以我們可以先來決定正負號 那我們把這3個數字的負1 提出來之後 得到負1的3次方 也就是這個答案是一個負數 接下來 根號8有3個相乘之後 會得到8根號8 那經過根式的化減之後 就可以得到負的16根號2 好接下來呢負根號4的4次方 也可以用一樣的方式來做計算 所以就會整理得到了16 好因此我們要算出負根號8的3次方 加上負根號4的4次方 答案就會是這兩個數字相加 也就是負16根號2再加上16 好接著呢我們再看底下的這兩個題目 我們要來劃減1加根號5的4次方 乘上1-根號5的4次方 那同學呢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數字啊都是4次方 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指數率 發現這兩個同樣次方的這兩個數字呢 在相乘的時候 可以先把裡面先做相乘 所以右上角的地方有指數率 就是a的4次方乘上b的4次方 我們可以先把底數相乘 再一起做4次方 因此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式子 寫成根號5加1 乘上根號5-1之後 再一起4次方 那我們先看一下括號裡面是什麼好了 括號裡面呢是a加b乘以a-b 所以可以利用乘法公式 寫成a平方-b平方 也就是根號5的平方-1的平方 就是5-1得到了4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出4的4次方是256 好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它說 已知有一個k它是一個整數 那根號55是借在4分之k跟4分之k加1之間 請你求這個k的值 好所以這是一個不等式 而且又有根號又有分數 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這個不等式 先做平方 那平方之後呢就可以得到中間的55 就相當於4平方分之k平方 跟4平方分之k加1的平方之間 因此呢我們就可以得到 把這個不等式全部同成16 就可以得到16乘以55 要借在k平方跟k加1的平方之間 那左右兩邊都是某個數字的平方 而且是連續的整數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找到16乘以55 是借在哪兩個完全平方數之間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得到 中間16乘以55是880 它是借在841跟900之間 也就是29的平方跟30的平方之間 因此呢我們就可以知道k應該要是29 好接著我們再看一題 如果呢我們將根號720x 劃減成整數的y的話 請你求整數x的最小值 跟y的那個值是多少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720 720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因為太大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直因數分解的方式 來分析它 它可以寫成2的4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再乘以5 好那如果我們要將它開根號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 如果要將720 再乘上某一個數字開根號 要化成整數的話 代表平方裡面 應該都要 直因數都要配對成偶數的次方才對 所以我們觀察一下 720當中2的次方已經是偶數了 3的次方已經是偶數了 還剩下5 5的次方是一次方 所以至少呢再放一個5進去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要求 所以呢符合最小的最小的整數 正整數的要求 就應該是當x等於5的時候 那這時候的y就會是60 所以答案x等於5 y等於60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題目 如果我們要將根號180 加上m平方這個數字 化減成整數的話 請你求正整數m可能的值是多少 好那同學對於這個題目應該會很頭痛 因為如果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裡面有兩個數字相乘 再開根號的話可能會比較容易計算 可是現在根號裡面是兩個數字相加 有一點麻煩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先稍微做一點點的整理 因為根號180加上m平方等於k 它是一個正整數 所以我們先整理一下把兩邊平方 得到了180加m平方會等於k平方 那這時候的m跟k有什麼關係呢 我把m平方移過去之後 就會得到k平方-m平方要等於180 好也就是說等號的左邊是k平方-m平方 我們可以利用乘法公式 先把它拆成k加m乘以k-m要等於180 那180又可以拆成好幾組的整數相乘 所以我們就要一組一組的討論 舉個例子我們先用第一組來看好了 第一組的180乘上1 如果我們把它對照到左邊的這兩個括號的話 就可以得到k加m等於180 k-m等於1 那因此經過了劃減把它加減消去法之後 就可以得到k是2分之181 m是2分之179 可是它並不符合題目當中的正整數 所以這一組的組合是不行的 好依照這個方法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驗證 我們會發現這一組當中總共有三個組合可以符合 其中一個是90乘以2 也就是k加m等於90 k-m等於2的時候 可以得到k等於46 m等於44 那另外還有一組是30乘以6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k是18 m等於12 那第三組是18乘以10的這一組 我們可以經過劃減得到k等於14 m等於4 那其他的部分就可以算出來的結果都不是整數 所以它不是我們要的答案 因此綜合以上我們會得到 這個題目總共有三組正整數的結 m的可能值就是4、12、44 以上是二次方根的四則運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